現在開始我會過濾掉一些 就是我覺得一看就知道很難看的對決 所以我就不會看 所以不要叫我去看什麼 誰打什麼咖咪之類的對不對 這怪怪的東西 我一看就知道很難看的 就不要叫我去看了 我看了會生氣 真的好看一下我們的丁春秋 丁春秋我說真的 他媽的很強這個人 他很強的 Punk Punk是選陸克打 陸克打 李安應該陸克蠻好打的吧 怎麼會用一個下動腳 這地方馬上就到角落了 不太行 沒確認 可惜 Punk居然沒確認那個中手TC 那個出去之後差很多了 這一波一來一往 這Punk不太行了 哇 你看他的力回完全輸了 感覺他不太熟悉陸克啊 他的拳腳 他的拳腳按的不是很好 他的拳腳按的不是很好 真的 丁春秋這一波漂亮 對空 對空 果然漂亮 你看丁春秋這個地方就做得很好 他知道可以在截 有沒有 我也知道丁春秋我也知道 漂亮 打得好 剛剛那個對空的角度抓得堪稱完美 好 這地方Punk沒有昇龍 反應有點差 Punk的中手一直空陣 我覺得他對角色不太熟 好 這單怕確認漂亮 基本水平 好 這邊速摔 OK 漂亮一個單怕確認 不過應該要花1S了 不過也行 其實花1S比較好是 這副的沒有缺反可惜 這運氣不錯 Punk剛一個放槍 放槍了 這邊也放槍了 這邊會選B反嗎 選B反嗎 一個延遲推康漂亮 這個吹不到 Punk的陸克 這個還行 這個插合就比較簡單 Punk的陸克 鎖鏈度感覺確實是有那麼一點差 丁春秋的里安 他的力回很好 說真的 他的力回我覺得很好 之前我看那個比賽這樣看 你看剛剛Punk的前腳其實按的 點都怪怪的 然後丁春秋都按的 都按在點上 你看他的前腳空陣了 雀帆 漂亮 這邊速摔嗎 一個延遲康 不過被B反躲過沒辦法 Punk又沒聖龍了 Punk對里安的對策好像不太好 其實那個東西你有聖龍的角色 正常來講是一定能反應的 在線下我說真的 我覺得 你沒有個100% 也有個80%吧 OK 這邊單%確認漂亮 聖龍 速摔嗎 速摔 速摔 這邊 想走過去摔 不過沒辦法 這邊想要延遲前跳嗎 延遲後跳他不跳耶 不過那也是一個選擇 這也不一定錯 這地方看什麼時候 B反 對策跟我不太一樣 是我的話我擋住那個 擋住那個第二下我會B反 因為他基本上是一定會放鏡子的 不過沒差 那個是個人選擇 他想留V去硬爆V然後磨血也行 你看這邊硬爆V一個正1 現在選擇不一樣 沒答嗎 確認可惜 不過現在里安沒支援 這個燈應該是涼了 理論上來說是涼了 理論上 這地方他一直在用那個LP 你們知道在幹嘛嗎 他在防他那個撞過來 這地方死了 他丁春秋也知道他可能要被磨血了 他用原地要去躲那個撞過來 這地方有沒有 這地方是基本上死定的 你看他笑得很得意啊 他知道對方會死啊 這地方沒辦法 這地方沒辦法 這地方是死局 這個地方是死局 笑得很開心啊 Punk 丁春秋冷靜那麼久 OK 剛剛那地方是死定 中 好 這邊他應急了一個BS 丁春秋的對策改變 這個放槍了 這個應該是想要走回岩池康 變成這個 這個有點衰 這個Punk有點衰 速摔嗎 岩池康 Punk選厚厚想要躲速摔 好 好 不過東美是目前 插合漂亮 後摔 果然 Punk這邊的 做的也是很好 好 這邊要選角落厚厚 Punk很喜歡選角落厚厚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高手角落都會選速摔 在前期的時候 Punk在角落的時候也特別喜歡選起身厚厚 其實我也是啊 喔 漂亮 OK 漂亮 這2MP單發 一個後退打摔沒做好 不過還行 運氣不錯 看一個後退打摔沒做好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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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喔 喔 好 這個地方丁春秋應該想要辦法跳出來 看他應該想要辦法跳出來的 嘖 Punk的5MP單發確認有那麼一點做的不是很好 5MP我肯定是能單發確認的 但是他做的不是很好 好 喔 李安之前歐美最強的李安 我有看過其實他是套路比較強而已 他的力圍不強 OK 哇 這邊都很龜啊 都很龜 缺帆漂亮啊 不過他沒集氣有點可惜 其實剛剛可能可以直接開箭 漂亮這個插盒 你們看Punk的拳腳空陣是真的有點多 我說真的 他角色熟練度真的不行 他對路克的熟練度真的是取決於 他就是他這個人在玩你知道嗎 他不是玩路克 他是用他Punk在玩路克 你懂我意思嗎 他的路克熟練度真的偏低了 他那個空陣的比率太高了 他真的就是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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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個就是玩什麼角色都喜歡玩千咪耶 長這個樣子 玩卡尼也長這樣子 在那邊走來走去走來走去 他就是 就是你懂嗎 他不是玩路克這個角色 他就是 就是這個樣子玩 笑死 前走後走前走後走 那時候就知道很喜歡這樣騙退康了 然後卡卡米跟他打的時候還這樣結摔 在日本比賽的時候我看得很生氣 卡卡米結摔 卡米打他跟白癡一樣 就是一直結摔就死了 好 對空 漂亮 這樣李安的對空是真的有夠強 反個凹 漂亮 打一個CC 這邊一個生死者嗎 生死者嗎 生死者 他決定交氣生死者 速摔 哎呀可惜速摔贏了 也行 漂亮 後來才改 改了後來太慢了 然後不去玩賓果呢 確實 我也覺得 Cody要是不是力回很強的玩家 玩就真的很強 他可能覺得路克這個角色更適合他吧 因為Cody是 他的單趴確認不是2MK的你知道嗎 Cody的單趴確認是5MP2MP這樣 他不是2MK單趴確認那一排 Punk很喜歡打退康 打後走的 所以他喜歡2MK可以確認的角色 你看像之前都玩什麼村莉啊 倩咪啊 對不對 2MK可以確認的角色 他喜歡打後走 對空 真的一次都沒對空耶 那個膝蓋真的 我說真的我覺得你三次一次失敗都算 一次失敗算是誤差值了你知道嗎 就你知道他對方會那樣子用應該要 要升龍才對 因為他用的也不是什麼特別的 說什麼你特別不利很緊張的情況下 漂亮的後退打解摔 歐隊打摔 這地方沒辦法 這地方要被折很多次 嗯 這地方折得很好 這個就是尤里恩鏡子特別強的地方 啊單趴確認失敗 動 好痛好痛 速摔 我退康 好這地方按回去 唉唷溜溜過去 延遲摔 漂亮 好這地方 好又想退康 你看胖子都很喜歡特別這個樣子 你看像Cody就沒辦法打這個樣子 沒辦法什麼在人家面前 然後那邊延遲 然後那邊2MK打解摔 打後走 所以他不喜歡Cody這樣 打得不錯 看石油王笑得很開心啊 喔換肯 好 好 換肯了 你看我是跟你說 卡琳打里恩就不是很好打 不然他早就換啦 建議這個人跟我說卡琳打里恩有力 我都不知道他們到底是哪來的 哪來的那個神經這樣講的 Nemo把Punk打得跟狗一樣啊 流星也把Punk打得跟狗一樣啊 他們跟我說卡琳很有力 真的是莫名其妙啊 一個鏡子卡琳一條血就不見了 OK 岩石康 漂亮一個單發確認 後摔 喔漂亮一個單發確認 對你看 有時候很喜歡玩這種2MK單發確認的角色 你看肯也是 漂亮 好看 丁春秋單發確認失敗 速摔嗎 速摔果然 好這地方留一點雲子啊 他要選懵角的放槍啦 完蛋啦 丁春秋這邊硬爆V 好這邊硬爆V果然 他這邊選V反果然 因為他的V反是快的 所以 漂亮還有V反 他偏V反 漂亮 哎呀差一滴 漂亮一個最後一個抖動一下 你看這個地方 你知道嗎 你看這個地方 你看你看你看 他故意放了一下 他第一時間沒動 你看點點 點點你看他 你看他不是取消放 他是點點之後直接放 然後再延遲一下 然後Punk以為會撞到他直接V反 哇這個偏V反有點東西 哎呀他Punk以為會碰到鏡子啊 哇剛剛那個鏡子放的真好 就打一個延遲 順便打Punk會凹嘛 他剛剛那個延遲這樣用 非常好 漂亮 啊可惜 他用錢 他有搬錢 速摔 果然是速摔 你看高手都很喜歡角落速摔 角落速摔是最安定的 漂亮 這個地方一個下動手換邊 好這地方Punk是我會起燈前跳啊 啊 不過其實打尤里恩前跳沒什麼用 因為他會下動手舉你也很痛 好這地方延遲點弄掉了 好這地方一定選V反的 這地方一定選V反的 這地方沒救了 這地方沒救了 你的資源不夠打這個地方 這個燈基本上就是多存一點資源就好了 除非你有辦法打到他一套 打到他一個單%確認什麼的 不然基本上是沒救 這個燈是我的話我就會盡量 喔這個有機會了 一個摔或退康 對這個地方一定是選退康的 因為退康退到就贏了 在對方這時候大概率是不會前傑摔 好這邊退康或摔 OK 好這邊一個退康 哇 漂亮 最後想一個退康 然後打人家的延遲點 漂亮 他最後這個抖動很好耶 你看他最後可能想要假裝要退康 假裝要退康然後就直接按了 因為對方覺得他可能想要再走過來 再騙一下用一個延遲點 這個也是打得精彩啊 打得不錯打得不錯 顛春秋 這場打得蠻好的 其實這個燈我真的覺得不會贏耶 你看我就說一定要打到那一套 但他是打到哪一套 我看一下 他打到哪一套 啊他打到這個雀反啊 那胖克有一點點大意啦 這是雀反 對啊這雀反啊 哇胖克有點大意啦 你看我剛剛就說你胖克只要不出 有風險的招式 他在那邊力回 他一定要打到你一套 才有機會贏你 你剛剛血量那麼多 然後他還放一個被缺反的招式 你看是不是胖克噴 那就沒辦法 這場是胖克自己打的 這場是胖克自己打的 有點白痴 那個缺反不應該放的 打得好 顛春秋打得好 好